中国疫情的状况 中国本土确诊的病例数 昨天一天新增101例 有80个是本土的病例 可是我们看到 现在他在重灾区浙江的情况 有许多上市公司被迫要停工 各位那边浙江也是台商的投资重症 所以你看到杭州 宁波 绍兴 这三个台商的重症 你可以看到很多台商像台塑 台化 奇美 都在这些区域里面 当然台塑有出来说 他们没有受到影响 可是你可以看到的是 中国的疫情会不会在扩大当中呢 韦航 今天早上八点 中国卫健委爆出来的数据本土 大概还稍微下降 四五十例 仍然有四十余例来自于浙江省 其中绍兴还是主要燃烧点 杭州 宁波 数字都低一点 好 那这当然对于所谓停工警讯 似乎可以小小喘一口气 但绝对不到放松 我们讲的不是疫情警讯 是所谓的停工警讯 因为中国老是小题大做 他只要发现几个病例个案 他搞不好就一封就一整区了 像昨天绍兴市下午就已经完全全程都封城了 好 那原则上 封城了 人没办法移动 工业生产也会随之停顿 只是还没有宣布而已 那目前现在A股上市的企业里面有 17党已经受到了相关的冲击 冲击程度不一 那讲到国内的企业 在这一波疫情最严重的所谓上鱼区 我们国内有这个产核纤维和正欲化水 它就设设在这个上鱼区 上鱼区 那这个上鱼区它比较麻烦的是一间超市 它一个超市就有二十几个传染者 那显然代表疫情已经传递了相当时间 但是成如我们昨天所说老共还抓不出来 真正正正起头的 找不出来 现在的问题是最早一个杭州的个案 是11月的时候 那11月的时候12月6号发病 老实说这个时间续是有点久 所以不太确定这个是独立的个案 还是真的它造成了整一大串的传染链 不过原则上来讲 依照老共严格以对的态势 基本上他们应该倾向在今年的跨年以前 就把浙江的这一波疫情压下来 所以我认为 接下来只要个案持续的出来 应该就会有更进一步的封城措施 但伟涵我有个问题 这个时候听起来处理疫情优先 那为什么老共现在还有时间跟心情 去抓那个穿和服上街的民众 好这个就是两个脉络了 第一个老共其实所有的事情 有时候都不太合理 就是举例来说就是会有内在矛盾 像现在他们大学也放人出去 而且是赶着把人放回去 好像是说如果不赶快放出去 到时候一封疫情扩大一封 所有人就要留校过年了 那还得了 所以他现在先解决这个 提前把这个学期解决掉 把学生放走 甚至有寒假放76天了 这个已经变成放了暑假 那另外一边就是一样还是有去 寒假放到76天 对就是主要西藏大学 因为他这个天气比较冷 现在就已经先放了 他现在已经在放寒假 就大家先回去 并不只是疫情的考量 也可能是说 他担心到了春节 如果有一些春运造成了一些 移动上的困扰 不如我先放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已经喊说 就地过春节 甚至我们讲 就地过春节也造成了很多 台上还是很乐观的说 没关系就地过春节的话 我们还是有能力 可以在那边生产 应该不会有影响 但是虽然有疫情威胁 刚刚讲到这个和服事件 这是因为12月13日 南京大屠杀攻击日 这是中国的国家的国定的攻击日 所以他就特别会去注意一些 跟日本相关的符号 好巧不巧 在浙江已经是状况非常严峻的地区了 居然有一位 这个可能是日本茶饮店的服务生 他就穿着和服 说要去店里面拍照 那当然在路上就被人拍下来 就放到网路上 那就被公审了 当然警察看到 把他叫来说 你好歹看一下状况 今天是12月13日 南京大屠杀 你还穿个和服在江走 好 当然网路上骂声很多 可是也有一些网民认为说 难道没有连个穿个衣服的自由 表达自由都没有了吗 现在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气氛环境吗 本来就应该让人有 自由选择的权利 其实双方意见分层 但重点是 这一个事件的讨论 其实他并没有被封锁 在网路上是可以看到完整版的 所以代表中共官方 似乎在对于反日意识形态的 所以穿和服 没有讲蛋炒饭这么敏感 对 没有蛋炒饭那么敏感 也就是说 他的意识形态控制上 没有像过往这么严格 可能代表他的态度上的一些转变 或许他更在意的是 针对本土的 本国的政治人物 还有针对疫情的部分 可能还是采取最高的标准